今日说法 离开家人的视线只有短短两分钟 不满四岁的孩子为何意外身亡 我求完车处理的时候 孩子你在这爬着呢 当时就发现了一块像五分钱 营币大小的一块血迹 扑朔迷离的背后 孩子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今日说法被你播出 寻找目击者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件事情 发生在2008年12月7号 那一天刚好是一年24个节气当中的大雪 那一天辽宁省沈阳市天气非常的寒冷 可以说是滴水成冰 就是在那样寒冷的一天 发生了一件让人心寒的事 就在2009年快要到来的时候 沈阳是一个不到四岁的孩子 却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眼中看着那是孩子 但是心里感觉也不是真 至少得知道到底是谁 怎么回事 当时是什么个情况 孩子叫小鹏 家长介绍说 孩子是在离开大人视线 短短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发生了意外 那么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强忍着悲痛 小鹏的家人拨打了110电话 彭女士在报案中称 自家的小孩不知什么原因受伤 到了第四人民医院以后就死亡了 在无法确定小鹏死因的情况下 事发现场所在辖区派出所 和沈阳市黄谷区交警大队一起出警 赶到了现场 小孩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对 当时他母亲讲 就是说小孩是母亲 到这个位置上 让他站着 他妈到对面去取车 他取车 但是小孩可能是在这站一会以后 就蹲在这地方玩 小鹏的家所在的小区 是一个开放式的住宅区 居民楼外设有楼梯 事发现场就在小鹏家的楼下 而当时小鹏就趴在一层楼梯边的空地上 小鹏的母亲彭于是说 当时他发现孩子的鼻子出了血 他不停地叫着儿子的名字 孩子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直到一位开出租的大姐 建议他送孩子去医院 小鹏的母亲才回过神来 上了出租车赶到了医院 医生说心跳没有了 呼吸也没有了 初步诊断已经死亡了 医生的权力抢救并没有挽留孩子 幼小的生命 现场除了那块血迹以外 并没有其他的任何痕迹和线索 会不会是孩子的父母和水友过节导致报复仇杀呢 警方通过了解发现孩子的父母是两年前到沈阳来打工的 一向与人为善 而且跟人的关系都很好 如果说排除了孩子是被仇杀的可能 那么孩子意外死亡的可能性就增大了 但是是什么样的意外导致孩子死亡呢 我们从大屏幕上可以看到孩子当时是在楼下的空地上等他的妈妈 那会不会是旁边的高楼上有人扔下来的高空坠物将孩子砸伤呢 再者孩子当时所处的位置是在路边 有没有可能是被车辆撞倒了呢 面对种种可能性 警方也感到这个案件确实有些棘手 那这几种可能都导致于小孩能够受伤 甚至引进小孩死亡 随后经过法医的检验 小鹏受伤的部位是在左额眉和后脑 那么如果是高空坠物砸伤了孩子 受伤的部位要么是头顶 要么是后脑 但不可能是前额和后脑两面都同时受伤 所以高空坠物的可能性被排除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孩子的死亡呢 最终法医的鉴定结论为 小鹏是由于左前额受撞击后 后脑枕不着地导致的重度颅脑损伤死亡 这就是初步确定了小孩的死亡 很有可能是一些交通早死 但是就觉得孩子吧 就死了 就小上面死得挺太坦了 就是他就被车创死了 我们也知道是谁 是谁干的 但是谁会是肇事者呢 肇事车辆又在哪里呢 当天下午 沈阳市黄库区交警大队的工作人员 在事发周围进行了新一轮的勘查 但是现场没有任何车轮留下的非正常痕迹 就在警方毫无头绪之际 小鹏的母亲突然回忆起一个片段 给警方带来了希望 在我的印象当中 我既然就是进楼门口就有个隐灰色的卫星车 小鹏的母亲提供的这个线索 让警方看到了转机 于是立即组织人员寻找这辆灰色面包车的踪迹 通过大量的排查工作 最终锁定的嫌疑目标 为小鹏家楼下的一间门市部老板的车辆 没有创新痕 也没有说有其他地方有凹陷 一切都弯腹 也就是说这个车 在进阶段当中 没有和任何物体和人的身体所接触过 随后的调查中也发现 这辆车并没有作案的可能 那么小鹏的母亲鹏女士 为什么会在记忆中 存在着这辆灰色面包车的痕迹呢 原来这辆车在事发之前一直停放在彭女士家楼下 由于彭女士的精神状况有些恍惚 所以出现了混乱 好不容易想到的线索又断了 到底肇事车辆在哪 谁又是肇事车主呢 一个还不满四岁的幼小生命 就这样突然离开了人世 家人的悲痛可想而知 彭女士就更不用说了 每天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完全靠打点滴硬撑着 警方在全力以赴的破案 希望赶紧找到肇事者 好给死去的小鹏家人一个安慰 这时候警方突然想到 当时开车送小鹏和小鹏的家人 去医院的那位女司机 警方是不是能够从他那拿到一些线索呢 孩子想通过他 就通过这个司机来了解一些情况 小鹏的家人也想到 对于当时帮忙送孩子去医院的那位好心的低姐 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感谢人家 毕竟说这孩子是没有了 当时想法怎么也得谢谢人家 但随后小鹏家人的这种做法却引发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就有一个老太太就说 你们找这司机干什么呀 老嫂说找他别感谢呗 感谢他就是他干的 这个看似简单的对话 在小鹏的家人告诉警方之后 引起了警方的高度注意 于是警方找到了这位邻居 从这位邻居口中得知 事发当时虽然不是他亲眼所见 但是他听到旁人说 当时送小鹏他们去医院的红色出租车女司机 就是撞倒小鹏的人 那么如果真是这样 找到这辆红色出租车就是当务之急 可是沈阳市的出租车大约有两万辆 红色出租车更是占了一大半 到哪里去寻找那辆出租车呢 无疑是大海捞针 就在警方广泛撒网准备搜集线索的时候 警方发现小鹏家附近的很多群众都支支吾吾 好像有什么隐情不方便说出来 这让警方觉得很是奇怪 那么大家为什么会担心要受到打击报复呢 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线索汇集在一起 警方对嫌疑人和车辆有了一个大体的高乐 最终嫌疑人居然就是和小鹏家同住一个楼的邻居 开红色出租车的女司机田军 而这也正是大家起出躲闪的原因 事发当晚20点左右 警方找到了田军进行调查 但是田军识口否认 他说我根本就没有撞到孩子 我是看见孩子受伤了 而且大家又住一个单元 我才站出来帮忙的 警方又对田军的车辆进行了检查 也没有发现有撞击的痕迹 在没有证人也没有物证的情况下 线索中断了 警方只能让田军回家 那这个案件如果说没有目击证人 能够站出来进行指认的话 看来要继续深入下去 有困难 但是证人会不会出现呢 2008年12月8日 也就是事发的第二天 目击证人终于出现了 一生吧 就是看到这个小孩已经在 就是已经在车窝里下了 家长也是抱着这个孩子上这出租车了 那就是咋没有 已经就是就是说给你看命迹了 我回事就肯定给你看命迹了 等着金北方一说 他说好心底姐给送到那个那什么 树立医院 他当好心了 我就觉得你们孩子太不可思议了 据这一位证人说 其实看到这一切的并不是他 而是他的孩子 我问他 我说假如说 这也是你是不是你亲眼所见到这件事的 对吧 他说得是 我说如果你不说出来 你觉得得救吗 他说不得救 我说那他说出来 他不说出来 他以后他也可能从事他也学校开车 他也 那这都得开车就可以逃逸的话 那对他以后影响怎么办呢 他弄在出来就是关键的时刻 我就要求他说出来 随着目击证人的出现更加肯定了警方的判断 2008年12月9日 田军终于承认了赵氏的事实 案件真相大白 因为目击证人讲 他在蹲着 蹲着过程上出租车 从那边过来 这个方向 那边方向过来 回头 方向一打轮上来 没有回车 开到这个位置停了 2009年1月 记者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 见到了田军 田军沈阳人44岁 个体出租司机 这就是田军的那辆撞倒孩子的出租车 据了解 他和丈夫共同开这辆出租车为生 2008年12月7日 也就是出事当天上午10点多钟 他开着出租车回家 准备和丈夫交接班 往右 我去靠东 靠东停 这往右停 往右小坷 我就上早给了一点 给了一点 然后就把那车倒了一下 我就以为好像是 穿过包和穿过货 等他从车上下来 就看见孩子的母亲跑了过来 那时候我就一直到 我可能去闯祸 没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就告诉孩子 赶紧送你上院 无与本能 他载着小鹏和小鹏的母亲赶到医院 可是 为什么之后 他一直没有说出真相呢 就是不敢承认 就不敢开口 现在一写后 觉得后悔 我就只能说 尽我最大努力 能排长到什么程度 也到什么程度 尽量跟小孩 被害家属 然后尽量出现弥补 所以在此我也提醒广大驾驶人 发生交通事故后 按照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应当立即报警 保护现场 强调商人 案件最终告破 算是给受害人的家属 一个安慰 但是 对于本案当中的 肇事者的行为 应该怎么去判断 我们连线一下 北京交通管理干部学院的张祝廷教授 张教授您好 你好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 这个司机田军 他的行为 算不算是肇事逃逸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所谓逃逸是指的 发生交通事故以后 逃离现场 那么这个案件我们看到 第一他没有逃离现场 那么第二最本质的一条 他没有逃避救助的义务 因此我不认为他有逃逸行为 这类问题我们把它叫做 隐瞒案件的真实情况 会被推定为要负全部责任 前面这个责任认定 要负主要责任 或者全部责任 那么死亡一人的 这个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那么是要判处刑罚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 那么隐瞒案件真实情况的 往往会在自由裁量权的上限内 上限去量刑 而这个不隐瞒真实情况的 会考虑在下限 那换个角度说 如果当时田军在把孩子撞了之后 实施了救助义务 并且及时向警方说明了情况 也就是说他自己报案了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第一 要研究一下这个案件的责任认定 有没有可能是小孩负有一定责任 那么如果他小孩负主要责任 同等责任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造势的司机 他还不一定有刑事责任 这是第一个后果 那么第二个 即使是他对事故负全部责任 或者主要责任了 那么在法律责任追究上 有可能判的是缓刑 而且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当中 比较轻的 谢谢您 好 再见 再见 因为交通事故而导致人受到伤害 或者是死亡的案件 我们之前报道了不少 而且在节目中 我们也一再的提醒司机朋友们 在驾车的时候 要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 保障自己和周围人的安全 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意外 你要采取逃逸的方式 或者是用其他的办法 来逃避法律的话 最终只能是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好了 感谢您关注本期 进入说法 明天同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